來,我今天要講英日同盟 新英日同盟 我們要知道英國和日本 英國是西方 那個差不多 算是有皇帝的國家 有國王的國家 日本也一樣,有皇帝和國王的國家 他們的立書 日本和英國的立書 這個算是立書上 到現在還沒回來 在歐洲來說 他也算最長的一個國家 他一千年 英國的立書差不多一千年 當然沒有這個法國那麼長 法國的立書還那麼長 法國的立書差不多一千 差不多兩百幾年 這個法國和英國 是 是整個歐洲裡面最孤狼的國家 最古老的國家 但是這個法國戰爛很多 法國的戰爛很多 英國的戰爛少 為什麼呢? 他是英國一個海道型的國家 你要進去這個海道比較不簡單 你要有海軍 你一定要有海軍 才能夠侵略這個 整個英國 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旬 我們就看出一個情形 海島型的國家 不容易被侵略 因為你要展開大規模的登陸 是非常困難的 真的在英國的立書 頭上 在英國建國之後 沒有 沒有受過侵略 從英國有立書以後 就是開始有國家的軍隊的時候 他就沒有遭受侵略了 連拿破崙 要侵略英國也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英國擁有 世界最強的海軍 這個海軍 保護什麼? 保護英國海峽 我們來看這個地圖 這個英國海峽 這個 歐洲大陸更強 你只要不準 你的海軍 如果不夠強 你絕對沒有辦法侵略英國 所以英國在那裡 有立書以後 他就沒有受過侵略 因為登陸是很困難的 登陸戰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要大規模用準 然後運很多的部隊上岸 不太可能 在國內 直接見準 在中古世紀 直接見準 差不多能容納300個士兵 300個士兵 直接見準 通常一個艦隊 最多大概是 100艘戰艦 最多是容納2、3萬人而已 差不多一個士兵力 差不多2萬人 這3萬人 那是非常大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英國的 海軍平衡就是海軍 但是他登陸之後 他就是陸軍 所以英國有一段時間裡面 他整個國家裡面 都英國皇家海軍 你沒有聽過 英國皇家陸軍的 很少 很少 都是英國皇家海軍 他都海軍 他都用海軍 他都用海軍 他都用海軍很多 他一登陸之後 他就成為陸軍 所以英國的皇家海軍 海軍是海陸 雙漆的 這是 不一樣的數位 我們在 我們在阿軍 我們海軍是海軍 陸軍是陸軍 但是 在英國這個國家的 制度 是這樣 他的海軍就是陸軍 所以我們後來演這一個兵種 叫做海軍陸戰隊 那就是 那個 海陸合體 其實 美軍的海軍 就是以海軍陸戰隊 就是以英國的 核統做藍本下去 做一個 擴展的 所以這個 美國的海軍 就是海軍陸戰隊的 這個性質 他平常是海軍 他在海面上 在那裡走的時候 是海軍 但是他一旦登陸的時候 他具有陸軍的戰鬥能力 因為這個 傳統是和英國學的 所以這個 英國的海軍很強的 其實他的陸軍 也不差 因為他的陸軍 就是由海軍下去組成的 海軍本來就是精英 本來就是戰鬥精英 所以他一登陸的時候 他也是船間炮力 你知道嗎 所以英國的海軍很強的 他的陸軍 就是他的海軍 登陸之後 戰鬥力其實也不錯 那英國選擇 在打仗的地方 都選擇沿岸 他說我沿岸跟你打牌 我如果打贏 我就贏 我就說登陸 繼續在攻進去 如果萬一我打輸了 我準了你知道嗎 我馬上就撤退 我也沒有什麼損失 所以這個英國的海軍 就有這個什麼 就是 有這個海軍陸戰隊的性質 我為什麼今天要說這個 因為這就變成有一個傳統 英國是海軍的國家 是海洋的國家 是一個海洋的國家 它需要什麼地方 它需要的不是土地 海洋的國家需要的不是土地 它需要的是財貨 它需要的是資源 因為海島性的國家是沒有資源的 但是它的什麼 所以變成英國 這個國家需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 全世界的各種資源 全世界各種的主要 它都要 它把這個主要 輸入英國 因為英國缺各種資源 所以 變成說 這個英國的海軍 跟它的海 海上貿易就 非常的發達 主要它的這個 海 海島性的這個國家 所 引起的一個什麼 它的國家的 整體戰略 所以這個 英國這個國家 它就是說 它的海軍跟它的貿易 跟它的國際貿易 我們知道 我們在 美國還沒稱霸全球進行的 一段時間 都是英 都是什麼 都說這叫做 什麼 英美的帝國主義 就是說 它用這個很強的海軍 統治這個世界 英國的海軍 在它最強的時候 佔全世界的海軍 百分之七十 你看多強 英國的海軍 佔百分之七十 差不多在 一百三空年的時候 英國的海軍 最強的時候 佔世界百分之七十 全球的海上貿易 幾乎被 英國 整個壟斷 齁 再來這產生什麼 這個 什麼 鴉片戰爭 一段時間所有的問題都出來 這就是 人國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就是說 英國這個國家的海軍很強 對全球的那種資源的獵斗 在產生所謂這個帝國主義 和一些殖民地的問題 這邊的問題 好 這是英國的歷史 啊 日本的狀況 也跟這個 什麼 跟那個 英國相關有一樣 也稍微有一點像 但是 日本 它比較沒有擴張性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擴張性 比較沒有像 英國那種的侵略性 還有擴張性 還有擴張性 齁 日本的這個擴張性齁 好像 在歷史上也沒有幾件 齁 在社員差不多 16世紀的時候 有發行一件 再來就是我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 齁 就只有這兩件而已 齁 歷史上 日本這樣對海外傭兵 齁 歷史上只有兩件 齁 齁 但是齁 英國跟日本齁 他們都有一個 他們 都有一個特色 他們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主要面對的敵人 都在 大陸 在亞洲大陸上面 崛起的一個超級強國 你知道嗎 英國跟日本 立宿本身的問題 就是 在亞洲大陸 成長起來的 那種 超強的那種 侵略性的帝國 像這個 最有名的 那個蒙古帝國 成吉思汗 齁 成吉思汗 嚇壞到 日本的國家安全 差一點點 日本賣掉 那個 富... 富壁類齁 侵略朝鮮 都做三件 差一點點 就有過手 但是齁 每件都叫到日本 那個 那個 紅胎 所以人家說 叫做神風 齁 你知道嗎 那個神風 去擠到日本 三件齁 都打...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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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倉幕府 結果 閣場的 大戰後 那個 連倉幕府 整個 整個 經濟崩盤 日本雖然打贏 也叫身風救到 但是 因為齁 那個 算盪用他國家所的力量做 這個反撲 他名窮財政 啊戰後 欠很多錢 算是有人死去 算是要做保障 你知道嗎 山城大家不換 算這個 日本國的 什麼 連倉幕府 保不起來 整個經濟都破散 變成說 連倉幕府整個 整個都多少 對 再崩盪 再來這山城這個戰亂 有一段時間 我們共進差不多四五十年的戰亂 或者 這場的戰爭所影響 所以 如果發動 戰爭之後 會刪成什麼 另外一個戰爭問題 戰後的 一些重建問題 齁 你如果處理之後 不好會產生另外一個 動盪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說這個 像 烏克蘭的戰爭 照以前 戰爭的經驗之後 你後 戰後的這個 呃 經濟重建 齁 整個社會的重建 齁 那就要花很多錢 要趕快 把烏克蘭的經濟做復原 齁 這個戰後的 災後的重建 就很重要 那 日本就是戰爭的時候齁 你知道嗎 菜點那 開都 全都穿不起來 整個都廢話 那個聯倉幕府 就是這樣幫忙 一個好好的 日本國政府 就這樣幫忙 齁 那是 初代政府 就是聯倉幕府 齁 他就這樣幫忙 就因為那張原日戰爭 人家說三次原日戰爭 怕一個名窮財政 齁 整個日本國政府 整個都破產了 齁 齁 那個聯倉幕府 齁 齁 主要在蒙 在蒙 蒙古附近的地人 齁 齁 所以三星的地人 為 為了什麼 為了日本的國家安全 齁 所以這日本主要的條件 主要是來自於 這個蒙古大陸 齁 齁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亞洲大陸 齁 還是我們說什麼中國大陸 其實都那個意思 他日本主要的地人 就是 齁 在蒙古那個地方來的 齁 所以日本最防備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齁 一直是俄羅斯跟中國 齁 這一個國家戰略 跟他的國家的歷史因緣 所以 日本最提供的國家 就是五路蘇和中國 那是主國以來有因緣的 尤其他最怕日本 這種日本最怕 五路蘇和中國 這兩個國家合起來 哇 啊日本就割賽了 他最怕就是這種 這種組合 日本可能倒不起來 當機閃啦 齁 會算說 都 算說 會去遇到一些 國家安全的 這個 國家生 生存的危機 齁 啊這是真的 這不是假的 齁 所以日本 主要讓日本 無國的所在就是 在那個 中國跟五路蘇的 合體 齁 那在那 呼比類 那就要做過一件 啦 菜點 日本 菜點 也沒有 所以日本 主要的條件 是來自於 亞洲大陸 齁 尤其是那種 侵略的強權 像這個 齁 這有名的 齁 齁 齁 這也是對日本的 腰狀 很大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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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軍的力量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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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送來這個法國的拿破崙的這個奉帝 啊這個 拿破崙這個人齁 他什麼最厲害的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這個炮兵 他的炮兵很厲害 還有法國那個時候的人口數很多 是歐洲人口第一大國 他的人口數那時候超過幾千萬的 英國那個時候一個國家差不多多少人 差不多六百萬人而已 在那拿破崙戰爭要差不多最多超過八百萬 法國那時候只有一個國家就超過一千 差不多要將近兩千萬 那個時候的人口數很多 所以他是歐洲當時第一強國 他的人口非常的多 然後人口多都產生什麼問題 想要侵略 看說這個旁邊有什麼國家好玩 因為人民都怎麼樣 因為人口數變多 他有經濟壓力 所以他想要對外什麼做一個擴張 所以現在演變這個 所謂我們後來這個 拿破崙征服整個歐洲 第一件整個歐洲向征服起來什麼人 把整個西歐都征服起來什麼人 把整個西歐都征服起來什麼人 就是拿破崙 因為他挾著法國強大的軍事力量跟他人口優勢 那個時候 一個丹麥的人口不到一百萬 超一百萬而已 英國的人口優最多不超過八百萬 差不多是這樣而已 一個法國的人口優就超過兩千萬 而且法國那個時候是工業強國 他的工業很強 他的鋼鐵啊 那種眼睛技術都很強 所以變成他的戰鬥能力很強 尤其法國那時候的砲 剛開始有那個所謂的火藥 剛開始有那個砲兵 所以法國的這個砲兵很強 拿這個 拿破崙的戰經主要派贏的就是他的這個砲兵 他的砲兵是當時整個歐洲最重的部隊 而且那個時候的砲兵屬於新式裝備 是這個六軍裡面最新的這個裝備 那時候一個國家看他的六軍強 或不強看他的砲兵桌了 桌了就 只有法國一個國家的砲兵 現在他們整個歐洲砲兵的量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 所以這個法國的砲兵很強 而且拿破崙是專門 你知道喔 他是砲術軍官 他對這個砲很強 所以移動這個砲兵陣地 你知道喔 橫掃整個歐洲 他如果在戰爭的時候 就是萬砲齊發 大家打到咪咪咪咪咪咪咪 他要步兵衝鋒 越過 所以 在一個時間裡面的時候 他在打那個陸戰幾乎是天下無敵 差不多用幾年的時間 沒有到五年的時間 橫掃歐洲 把歐洲大陸 除了俄羅斯以外 跟英國以外 都叫統治了 都變成拿破崙的附庸國 拿破崙把一個地方 拿破崙把他四個弟弟 派去整個歐洲當總督 他有派義大利總督 西班牙總督 荷蘭總督 阿我不知道還有派哪一個 歐洲好像有四個弟弟 他都跟他派去歐洲做總督 阿他如果派贏 他就派他的弟弟去做總督 阿因為他一方帝 所以他有任命 那個佔領地總督的潛力 他就派人 他的占領地去做總督 阿怎麼跟他的四個弟弟 都派去做總督 占領地他就跟他占 做這個總督 阿所以齁 那個整個歐洲 求拿破崙 通的料理 拿破崙當然也有壓心 想說我下一個敵人 就是這個英國 但是那時候英國的海軍很強 拿破崙一時之間 把他所以歐洲大陸 沿岸的海軍都集 集中起來 也是打輸 也是沒有辦法進入這個 那個 那個英國青島 也是打不去 但是英國在那時候 就第一次感受到 他有王國的危機 他公平 這個 法國的 拿破崙 拿破崙 那個時間 給他做尊子 還給他做得多了 這個海軍還有訓練一下 如果是萬傳 如果是萬傳 企劃 可能幾個英國 也要 可能就要摸掉 這是第一件 英國發言到 他 的國家安全 裡面是有 是有漏洞的 如果歐洲 整個大陸 被一個國家 霸權國家 把他統一起來 這樣好了 下一個 就一定會 危機到 英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 英國第一件 有國家安全的 隱憂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 拿破崙戰爭的時 他就是 這個國家安全 他就是 如果歐洲大陸 有一個很強大的 國家的時候 會危機到 英國的 國家安全 這是第一件 那就是 拿破崙戰爭 當然後來 拿破崙叫五羅斯 跟這個 英國 的 這個聯軍 擊敗 主要是 英國跟俄羅斯的 聯軍 把他集合起來 把他擊敗 所以 拿破崙後來就下野 被我們流放到一個島 然後死在島上 他好像被流放兩次 第二次就死在島上 所以 但是在這件裡面 英國就感受到 他的國家安全 在 歐洲大陸上 不能 形成一個 統一的政權 如果形成一個 統一的政權 會危害到 英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 英國就在 歐洲大陸上面 就盡量不要讓 歐洲大陸 形成一個 統一的國家 不然你如果統一起來 我就慘了 我英國就受到 這個條件 我就拿來 你不要用侵略了 齁 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 一件事 英國 跟美國 不希望 亞洲大陸 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我跟你說 這是英國 包含美國 包含日本 的 共同的想法 整個亞洲大陸 不要形成一個 單一的國家 一旦 形成一個單一的國家 之後 他一定對這些國家 產生侵略 對周邊國家 因為對日本 對英國 一定產生侵略 你包含美國 也是這個想法 在亞洲大陸 不能讓某一個國家 把它統一起來 英國也一樣 日本也是這樣想的 你知道嗎 因為亞洲大陸 一旦被一個強權 統一起來 我告訴你 世界大戰 往往就三千 世界大戰 這是歷史的經驗 如果有一個國家 跟他統一起來 就要世界大戰了 好 再來說 英國第二件 在 蒙古的危機 是在哪裡 就在那個 算是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 希特勒用 閃電戰術 把帝國 打敗之後 他陸陸續續 併吞哪裡 他併吞荷蘭 比利時 奧 奧 奧地利 跟這個東歐 捷克斯拉夫 跟波蘭 這些國家陸陸續續 真後 我們都去 希特勒 都這樣 真後 都併吞掉 他主要用的是什麼 用他的坦克跟飛機 那個時候 帝國的飛機 跟他的坦克 是最強的 他的飛機跟 那個坦克 那個時候 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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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就用這個 飛機的戰術 他主要有 一款飛機做得不錯 他的轟炸機 做得很強 斯圖卡特 我記得他的 那個 轟炸機 他叫這個名字 他是 撫衝式的 轟炸機 他專門對那個堡壘 對那個坦克的攻擊 非常有效 對那個定點的攻擊 特別有效 所以他專門 針對什麼 針對法國 因為 因為 法國都是陣地戰 他全部分都是堡壘 但是他用這個飛機 從頂上去炸的時候 可能會開發 所以他這個 轟炸機 是為了 打贏這個 法國首席 所以那個時候 帝國的 空軍跟他的 什麼 跟他的這個 這個 坦克很強 他專門在對付法國 結果 法國一個就叫 滷掉的 一開戰的時候 兩個禮拜 整個法國倒去 那叫做 閃電戰 兩個禮拜 法國結束了 阿廖要整個 歐洲大陸 在那陸陸續續 在那差不多年齁 就叫 火頭都統一起來 阿 火頭就把歐洲統一起來 之後 跟拿破人做的 抗規工 準備什麼 準備要侵略這個英國 他這個侵略這個英國的計畫 叫做海獅計畫 火頭就準備差不多 大概三千架的 戰鬥機 跟轟炸機 日夜不停的 轟炸 英國的 倫敦 還有相關的 這種 他的城市 重要的 重要的城市都被轟炸 地毯式的轟炸 跟 美 跟 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轟炸 東京時候 那個時候差不多 一樣 都被轟炸就對了 地毯式的轟炸 但是 英國也有 他的空軍也起來反恐 所以 鄉民打到 你知道 打到 打到 無數無數 那個 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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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優勢 但是 後來 英國 差不多打到 一個階段 差不多要死去的時候 羅斯福 就派他的空軍 美國的空軍 就開始有什麼 志願軍 就是祭元軍 就是 現在這個 烏克蘭戰爭 很多國家都去參加祭元軍 他用志願軍的模式 去參加英國的空戰 因為羅斯福也怕說 萬人 這個 英國人 一旦淪陷的時候 哇 那就 圍 圍害到 整個歐洲 還會 圍害到 美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 羅斯福就想一個辦法 就是 頭頭的放水 他就偷偷放水 他就用志願軍的模式 從那個 我們很有名的 揮福隊 陳納德 用那個模式 就是 頭頭的把飛行員 齁 跟 你知道嗎 把飛行員 運到 英國本土 然後 輝林基先運到加拿大 由加拿大名 名義 你知道嗎 出口貴 算是 英國本土 用這個模式 頭頭的 幫助英國 躲過這個難關 齁 那時候 那時候 差不多在 那時候 雖然 齁 那個 美國還沒有參戰 但是實際上 他已經 偷偷在參戰了 所以 我跟你說 一件事齁 這我對這個 立書的研究 烏克蘭戰爭 如果繼續 打下去的時候 齁 齁 被迫 當然 他是公平的 其實 美國他不想直接介入 但是有一天 我是學了說 我按照歷史來講 齁 是有那個機會 會被捲入這場戰爭 齁 你訴訟 會不會在 同樣的事情在 發生過一次 但是往往都有那個經驗可行 齁 我就講的這個 日圖路在侵略 帝國 那個 英國的時候 齁 帝國在侵略 英國的時候 羅斯福 美國他已經用自願軍的模式 在幫助英國 齁 阿幫助差不多 將近兩年的時候 齁 這個 夏威夷的珍珠港 才叫 日本 突擊珍珠港 羅斯福這裡 嚇你們說 我正式宣戰 我向日本宣戰 他向日本選戰的時候 齁 他 馬上把軍隊 派到英國 正式參戰 欸 你覺得很奇怪 你 日本突擊 曾祖港 照理說 你要把軍隊派到隊 派到太平洋 結果 羅斯福 第一件的事情 把軍隊派到隊 派到英國 你知道嗎 幫助英國 把他抖起來 齁 再來 因為 美國正式參戰後 英國的國家安全 整個都穩定下來 因為美國 大量的空軍 你知道嗎 正式 齁 沒有遮攔的 直接 飛進英倫三島 救到整個英國 你知道意思嗎 齁 齁 就是家在乎 美國的參戰 齁 這個 英國的國家安全 整個都安定下來 齁 齁 這是歷史的一個 一個建政 齁 這是很要緊的齁 因為我今天為 為什麼要說什麼 因為我要說英日同盟 現代的英日同盟 為什麼要有這個英日同盟 啊這個英日同盟 背後的老大就是美國 所以這個英日同盟 背後就是說 美英日三國一定 腳趁都黏著了 說得不好聽 我給你講白一點 美國 英國 日本三個國家聯合起來 這三個國家都有一個特色 你知道嗎 第一 它的海空軍很強 日本 美國 還是英國 我們都不用說了 在歷史以來這個海軍和空軍 都差不多世界 都精三名 這三個國家 就是我們全世界 所有海空軍力量的總和 齁 我給你畫到白了 全世界海空軍都頂在這三個國家的手頭 美國 英國 和日本 這三個國家聯合起來 整個海洋 什麼人在頂的 就是這三個國家在頂的 英國 齁 跟這個日本都海島型的國家 他們兩個國家都完全 差不多整個都一模一模 英國跟日本 他共同的地人 各方面都一樣 只是說 日本在那裡 這個英國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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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們兩個地人 共同都一樣 都在亞洲大陸 在亞洲大陸 在亞洲大陸的哪裡 什麼人可以統一 亞洲大陸 那個就是英國跟日本的地人 齁 你把你畫到白了 那就是一個人說的 那個什麼 專制獨裁的超級強權 啊 立書上做過這個 這個動作的就是什麼 這個蒙古帝國和蘇聯 蒙古帝國和蘇聯 也同時間 影響到日本 跟英國的國家安全 齁 你聽到嗎 這就是在以前的 立書的這個管理 齁 所以 騎在日本人 跟英國人 的立場來說 他沒有希望 亞洲大陸 刪成一個 很強的國家 因為 那個 危害到什麼 直接想要 危害到 日本跟英國的國家安全 你如果影響到日本跟英國的國家安全 就去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就去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齁 這都是整個都黏著火 因為這個 美國、日本 英國、英國 這三個國家的體責齁 實際上 你把它做一個研究齁 齁 他的相似度 重疊度是很高的 你知道嗎 齁 其實你說 日本的文化 我跟你說 你如果真的把它做一個研究 以後 其實跟英國跟美國 某一部分 他是有重疊的 他重疊性是很高的 齁 譬如說 日本的文化裡面 有差不多 總共有百分之七八十的 這個因素 是 這個 美國跟日本的 跟 美國跟 英國的這個因素 尤其是 我跟你說齁 日本的軍序 日本的軍方的制度 不是都把英國學的 尤其他的海軍 日本 以前最強的是海軍 因為以前還沒有空軍 以前只有海軍 還有六軍 齁 啊 日本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六軍齁 沒有他這個 海軍齁 就是主要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 英國整個都學的 齁 他的這個 當然啦齁 當然他的這個 六軍是把德國學的 但是 他學德國也學得不三不俗 齁 啊 天堂 日本什麼 學得好 他的海軍學得好 他的六軍就學得不三不俗 什麼看的原因呢 因為 日本沒有 德國的工業 德國以前都做工業 日本那時候 就沒有做工業 就只有清工業 所以他要學德國 學不起來的原因 你說 德國有做工業 但是 日本沒有做工業 那時候沒有什麼做工業 那個時候只有清工業 都要在那個名字 微信的時候 是本 了不起只有清工業而已 那個 煉鐵廠也沒什麼規模 沒什麼鐵 人那個時候 德國 拜託 那都一定是 一定是屬於 工業化的強國 他已經有 稍微有一點工業化了 一定屬於 半工業化 他這個 工業一定算很強 啊 主要那個原因就是 普化戰爭 普魯士到 法國 發生台戰 結果普魯士贏了 那時候 日本去學這個軍座的時候 就 六軍學德國 就普魯士了 啊 這個 海軍就 學什麼 學英國這樣 好 啊 所以這個 欸 日本的 很多名字都在 什麼 在這個 英國來的 他們這個文化 還是法律 國民的制度 很多都在英國過來 啊 當然也有 在國過來 好 這樣把我們做一個說明 這個英國跟日本 你記得有共同的事情 都來自於大陸 齁 你要記得 日本 跟英國的地人 都來自於大陸 齁 啊 就是我們亞洲大陸 齁 還是你要說 歐洲大陸 齁 那從大陸上面 衍生的敵人 他自然會侵略日本 也會侵略什麼 也會侵略英國 我想這有 歷史的這個英國 齁 好 啊 我們再來就來講 因為有這個歷史的 天國齁 英國就幾百元 齁 介入 齁 亞洲大陸的統一 那個時候齁 在那十 十九世紀 五羅斯帝國 他想要統一亞洲大陸齁 齁 俄羅斯帝國 那個時候 五羅斯的皇帝 想要統一亞洲大陸 有那個亞洲 他說齁 我們 五羅斯要把他軍隊 齁 要來佔領印度 齁 齁 在那三個陸齁齁 齁 我們想要佔領河蘭 在 當陸齁我們要佔領韓國 整個朝鮮要吃下去 甚至整個中國要吃下去 所以五羅斯就 那個 亞洲大陸齁 差不多都吃下去 當然 他用上的啦 齁 他有那種想法 啊 但是他也在製造 齁 但是製造的時 齁 就有人給他動 什麼人給他動 英國 那個時候的英國很強的 他的海軍很強的 齁 齁 英國就幾個間 幫助 中亞的國家 齁 動這個 五羅斯齁 對中亞的侵略 最有名的建政在那裡 你知道嗎 在阿富汗 阿富汗齁 你去查理書來說齁 齁 有差不多 齁 有差不多 總共150年 英國 跟 五羅斯在那 阿富汗這裡齁 打 我跟你說齁 他的代理人戰爭 今後打了150年 阿富汗齁 那差不多都在 我跟你說齁 在阿富汗這個 近代這 兩百年齁 都是戰爭 都是 英國 跟 俄羅斯的代理戰爭 現在是 直接的戰爭 都在阿富汗 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 阿富汗會 這兩百年 這麼多的建政 主要就是說 阿富汗 這個 阿富汗這個地方 算比較高的地方 他往北 就往哪裡 就往哈薩克 齁 我們看這個電影 阿富汗就 在這個地方 他往北 齁就是哈薩克 哈薩克是一片平原 哈薩克 就是 以前的 五羅斯的一個加盟國 齁 所以這個 英國 跟這個 五羅斯 就在阿富汗這個 古戰場 齁 在這裡做葛島 那個時候 因為齁 印度是英國 是英國的 是英國的一面地 所以 英國 他要報 印度的這個 什麼 他的 什麼 他的 他算他的國家安全 齁 他在印度大概有十來萬的 軍隊這樣 齁 他有很多印度的傭兵 就把他撒掉 撒掉 阿富汗這個地方 要抵抗 俄羅斯的清廉 所以 五羅斯雖然有那個心 要把印度吃下去 但是 我跟你說齁 吃不下去 因為有英國在哪裡 齁 他在這個 他在這裡 阿富汗 我好像 我好像 我好像記得齁 我看過他的 歷書好像 有名的戰爭超過七件 就是 英國 跟五羅斯的 直接戰爭 還是 代理人戰爭 齁 在那打到 我告訴你 那西差不多 超過幾百萬人 齁 直接跟戰爭西超幾百萬人 因為戰爭的時間很長 那戰爭都這樣 陸陸 就是 這樣算說 好像 隨時都有可能 再發生戰爭 這樣 靈性的衝突都有 都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這樣就對了 當然有點像 恐怖攻擊 這樣 所以這個 英國跟五羅斯 後來變成世仇 原因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這個 欸 五羅斯他想要擴張 他想要擴張 就遇到阻礙 他在南邊 就遇到英國 齁 還在那裡 這個英國齁 也找 什麼 你知道嗎 找這個 五羅斯的麻煩 第二個地方 就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 就是今天 烏克蘭的最 南邊的那個領土 就是那個海港 那個海 那個屬於海岸型的 那個 就在地 就是那塊半島 他在半島叫做克里米亞 這個 克里米亞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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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要叫五羅斯 吞去 但是 英國都派兵 在 table 這個 因為徒兒 那時候 土而那時候 那時候 土耳 那時候 對 老公 都 vitam 邊界的戰爭,就是在克里米亞的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 土耳其他已經 那個時候算已經沒落了 他軍隊沒說那麼強 所以他都受過羅斯的起伏 在中亞 還有在克里米亞的半島 這個戰爭都很不離 這個英國 為了他的國家安全 那也為了要補一個廟棄的地方 他也有幫助土耳其在克里米亞 傭兵 很有名就是一個克里米亞戰爭 差不多在那一百七空年 我記得 土耳其跟英國的軍隊 跟五羅斯的軍隊在那個半島上面決戰 他裡面有打 海戰然後 也有打陸戰 所以英國跟五羅斯說的 把你發白的金本就是世仇 差不多將近兩百年的世仇 直到今天 俄羅斯跟 英國兩個感情人不好 五羅斯也要撞黨 英國他就撞西了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他們兩個感情他們都很壞 那我這樣跟你講那你就明白了 就是英國 跟五羅斯說的 為了他的 這個利益 要打幾百元的戰爭 還有一件 的戰爭在那裡 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 那個時候 日本也不強 1905年 那個時候 日本也不強 日本那時候的軍隊 差不多十多萬而已 海軍 泡泡了 日本是不可能對五羅斯傭兵的 因為你傭兵 你也打贏了 但是那個時候 英國就跳出來 戰爭 他說 小弟 日本 日本老弟 你如果要戰爭 我英國給你聽 什麼人如果對你日本 給你選前 給你打 我英國的海軍 我一定叫你日本 所以 一定會把日本做一個保陣 就是說 如果有人侵略你日本本土 我英國海軍 我一定給你保護 所以你日本 大膽的幹 你懂的意思嗎 你要去找五羅斯麻煩 我非常歡迎 我幫你拍拍所鼓掌 你要找麻煩 可以 歡迎 甚至 英國又很好心 你賣 還找他 套過這個中間商 還找日本錢 我記得 好像找五千萬英鎊的款 找他 說你沒有錢 你沒有等了 我都給你 等於說 我保護日本的國家安全 我還找你錢 但是有一個事情 麻煩你在檔子 收你 收你五羅斯 不要讓他 不要讓他好吃 因為以前 五羅斯要對東亞 在做擴張 尤其對哪裡 對滿洲 對萬洲 想要把整個 萬洲都吞下來 這個英國看說 這不是辦事 我在這個檔子 我要 培養一個代理人 他就找日本 跟他同盟 還叫日本籍 說你把五羅斯修理 你在檔子 你組一個堡壘 對抗俄羅斯帝國的侵略 日本說 好了 這也是我來告個安全 因為我最怕的五羅斯 你這老大要聽 你世界老大 你大英帝國要聽 我當然很麻煩 好了 OK 一拍集合 英日一拍集合 那是第一件的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主要要對抗的什麼 就是五羅斯 我給你發到別 因為英國跟五羅斯四仇 打開了一件 我剛才就跟你說 那個理 你知道嗎 他那個理事 今天五羅斯就是 他是蒙古帝國 他是蒙古帝國的正雄大 那是很兇的 很兇的 很兇的 你看這件呢 培養去打烏克蘭 也是這樣 很兇的 那沒什麼理由 他就發兇就兇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找一個照片就給你抗了 那是真的有打起來 你不是假的 你聽到有沒有 那不是假的 所以這個 第一件的英日同盟就引發 那個英日同盟是1902年 簽約 經過三年以後就日熱戰爭了 日本穿兩年以後 他說等了 國民都準備好以後就把 五羅斯給他 他說你放心 老大不要聽你 日 日本老弟你衝 你在當時想說 佔一個點下來 之後要停止俄羅斯的擴張 你找五羅斯的麻煩就對了 你把他往勢力打 嘿 你要什麼我都說給你 齁 你要準就準 你要跑就跑 你要武器武器 你要等了有等了 我都報你 齁 那時有 大英帝國的 戰勝後 日本黨也說好啊 老大給我聽我怕聲 日本就請全國之力 齁 那時候日熱戰爭就拿到這裡 在海軍 對馬海峽 全監 俄羅斯的東亞艦隊 包含他的資源艦隊 全部我跟他見面 六前派的我們就名的那個 旅順港有沒有 齁 他夾下去 日本就把他撿下去 啊再來 五路巿看也不是辦法啦 啊譬如說 因為日本背後有 什麼人在幫人 對 英國 啊 英國的 背後 還有一個人什麼人 就是美國 美國也樂觀其成 說你修理五路巿 啊所以那個時候 雖然是英日同盟 但是那個英日同盟背後 還有一個長小人 就是美國 他也背後 把他戰爭說你打 齁 所以 日本就 你知道嗎 想到 英國到 這個 美國背後的價值 啊 後來就簽一個 普斯 毛斯條 那個 在那隊簽的 在美國簽的 美國說好 你們這個 日本跟這個 五路巿 不要再打 齁 啊既然你五路巿輸掉了 啊我把你們調停 啊這個 日 那個 日俄 戰爭後 以後就簽一個 普斯 毛斯條 在那 在美國簽的 美國做調整 他跟日本幫 他也知道 日本打不下去 他說打到這 日本 一定 你知道 一定 他的 算是他的國家的力量 一定 用得很薄 日本那 以前打到 你知道 國家也要破散 那是用他 全部國家 真的 都去 囤壞的 你知道 用人海戰術 用 你知道 算是用 不計任何代價 打贏的 也打到 民窮財政 國家的力量 一定 用得很薄 所以 這個 美國說好 你打到這 我 我幫你做調整 美国就幫助 日本 小老弟說 跟這個 五路師說 你也不要再打了 就跟他吃了 你輸就輸 你就認 我們英國 跟美國 我跟他判定說 這場的戰爭就是 我們日本贏 我們這 日本的 贏 你贏 你就要賠款 你就要把這個 一些 蛋白的 你都尿尿出來 啊 就這個 卜斯 毛斯 條約 保重到 這個 蛋白 這個 萬秋國的 國家安全 就是萬青 就 讓他有一個 萬秋國 這是 立書的 因緣 所以 在 傳統上 立書的 因緣 英國 美國 日本 沒有幾十年 在面對 後面 有 共同的 國家安全 我告訴你 他們三個國家 手就黏起來了 英國 日本 美國 這三個國家 有共同的 國家安全的利益 所以 這三個國家 整個都黏起來 世界就還有 國家安全問題了 尤其是 英國 跟日本 兩個 做聯手 這代表 什麼意思 代表 我們的 亞洲 大陸 要出問題了 我告訴你 英國跟日本 對亞洲大陸 比美國更關心 我告訴你 因為這 直接就 影響到 日本跟英國的 國家安全 英國 主要的地點是 五路樹 日本 當然 主要的地點也是 五路樹 第二的就是中國 中國 英國跟日本 都最怕 五路樹 跟中國 兩個 卡通黏 啊 還死了 這就以前很有名的 蒙古 帝國 對世界 什麼 這個 安全 影響很大 所以 你都知道 這個 歷史的 英文 中國跟五路樹 兩個黏起來 絕對有什麼好味 我告訴你 甚至英國 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英國跟日本 都要拼勁的 拼勁說 英國 拼勁這個中國 跟五路樹 兩個 卡通黏 因為這兩個 黏 世界大戰 因為這有 歷史的傳統 我就幫你 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 啊 我們現在就要來 回來我們的 標題 新英日同盟 成形 就是說 這個 最近 英國 首相 蘇納克 有 這新的英國首相 最近才起來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左 正式簽署新防護協定 相互準助協定 允許雙方相互部署軍隊 這被認為兩國正在邁向更緊密的安全關係 齁 這英日同盟 我問你這個英日同盟 背後 什麼人 什麼人在主力的 我跟你說 一定是美國 百分之百 啊這頂著什麼意思 美國 日本跟英國 已經認識到 亞洲大陸有紀變 甚至會發生戰爭 所以這三個國家先黏起來 齁 你知道嗎 英國跟日本兩個先黏黏起來 代表這 我問你啦 他們沒台沒錢 欸 一個在當兵那裡 一個在西兵那裡 有什麼現在 這兩個國家 他們的腳踏要黏好了 來啦 你不要想過嗎 英國跟日本是 欸 欸 十萬八千里 真的一個當兵 一個西兵 這兩個國家快點黏起來 齁 啊他們兩個說齁 這個 欸 軍事準入 我告訴你齁 日本 這個 國家齁 他 有一個 民主的 自尊心啦齁 慶齋人的國家 不可以去買我的國家 英國也一樣 他說我 英國的本土 從來沒有讓敵人 踏上過來一步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們兩個國家都 他的 算是九五 你慶齋人你都不可以起來 你知道的意思嗎 結果他們這兩個國家 既然說啊 我們 兩兵的 母隊可以相互處罰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很奇怪 欸我說 這兩個國家黏起來 這代表世界有事齁 這是一個 警訊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 等一下齁 你要做 真正的 你們土家 你要對這齁 相關的 立書 你要有了解 這兩個國家會合起來 是有真正的問題 沒有這兩個國家 我不會親自這樣 親自這樣 欸我沒有這一個 一個擔兵 一個塞兵 這麼討論人 說他們的軍隊都要進入啦 齁 等於英國跟 日本 變相在同盟 而且這是軍事同盟 齁 來我們再來看他的內容齁 相互進入 相互進入 協定齁 這個日本 跟英國的修相兩個簽的 就是上個月 我上個月看到了 我本來要補 我想說要晚一點 齁 請再 這個 請再補一下 齁 啊 這個 英日同盟的歷史 指出要習近平 認清現實 不要對台 情急妄動 啊 當然這也是 把五路書做一個境鋼 齁 你戰爭要有一個限度 啊 你如果打輸你就趕英 跟日俄戰爭一樣 跟日俄戰爭一樣 你知道嗎 跟日俄戰爭一樣 所以我有一件事齁 我跟英國說 只要五路書去打 烏克蘭這個 戰爭的這個狀況 跟近年底 可能 可能 可能啦齁 欸 某一個國家 就會跳出來說 你們這樣打到這樣就好 反正中國也不一定 齁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他們就會跳出來說 啊你戰爭有一個限度 啊你打到這裡就好了 齁 啊你也不勝出啦 齁 但是你也不用說你贏了 齁 因為你 因為你畢竟也不贏了嘛 因為他有很辛苦 幫你介入 說你不能把他吞他就對了 你不能把烏克蘭吞他就對了 你不能把他吞他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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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類似像這一些 呃 對 調人就會出來 傳那個什麼 普普之茅斯條約 就是 日本 跟五路師弟這個黨 在騎拼的時候 想要打年華 美國就跳出來說 啊你們兩個不要再打了 齁你們齁 打到這裡就好了 啊不然你們兩個 來欠一個條約 齁 啊你們兩個打到這裡就好了 那就是普之茅斯條約 齁 啊 可能就是 當這個 普丁齁 齁 還給他最後一鋪 啊這個烏克蘭 他如果接不下去 要他平手摸他 他就要什麼 準備要簽什麼 簽這個停戰協定 他平手摸他就要簽了 人就會跳出來說 你要簽嗎 齁 你無條件 齁 你的軍隊離開烏克蘭 齁 啊你也沒勝出啦 齁 我也沒跟你發啦 反正你離開就好了 齁 可能就這樣會跳出來 啊你說大一個國家 會跳出來呢 我就比較不敢說 齁 換一下印度 說不定印度跳出來 齁 因為這跳出來的國家 不可以太弱 齁 齁 你想啊不可以太弱 齁 啊這個跟 俄羅斯卡有疼的國家 就可能就是中國 啦 但是你說中國 要做這種玩大頭嗎 我不太願意啦 可能也不是那麼願意啦 那可能就是印度 齁 印度有可能 啊不就是說齁 對 啊不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美國也就很有錢 齁啊對這個 對 因為齁 他們都 那個跟沙烏地阿拉伯 都石油輸出國組織 可能會比較強的國家 比較有代表性的國家 會跳出來說 要做調整 說啊不你們戰爭就打成這樣 齁 我們來做報啦 齁 你們這樣打來 你為了世界的經濟 我們現在世界的經濟都在不好 啊你又在那邊戰爭 還是你創哪小 齁 齁就有人來開始去為了 齁啊這 聯合國賣 開始說 啊你戰爭也有一個限度啊 齁 你說怎樣 還來就很多國家來跳出來 說你打到這裡就好了 齁啊 所以現在就是說 美國有你 佈底說 齁 算說用外交的力量齁 五路書又打到一個階段 打不下去的時候 就希望五路書 他的部隊要 知所進退 齁你知道嗎 你自己要求他 因為你真的吃不下去 啊你如果打下去 你年外走就打下去 齁 啊你一開始 算不說我一禮拜 就要把烏克蘭吃下去了 啊你這樣吃下去 齁 我不要說給你一禮拜 齁我給你一年 啊你吃下去 其實也是沒有 齁 所以齁 我你來看這個 英日同盟齁 是 實在來說齁 王后來講 齁 王后來講齁 可能五路書 在今年就有那個機會 強調停 啊我不知道說 那個調停的國家是哪一個 但是我你來看 應該不會是太弱的國家 應該是世界前十大國家 啊 而且 跟五路書還有一點的關係 齁 可以 應用到五路書的這個 聲稱說他的政敵 是 因為齁 你要把五路書做 調 做調整來講 你這個國家不可以 沒有辦 你知道嗎 我絕對不接受一個小老二 來跟我調停 你最沒有 在某個方面是一個老大 齁 第一你有錢 你像 沙烏地阿拉伯就不錯 沙烏地阿拉伯就不錯 沙烏地阿拉伯就有錢 有錢到買 那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除了美國那些可能就是他 他的 他的手頭都米館 很有錢 全世界齁 第二 第二有錢的國家 可能 可能就是沙烏地 因為 因為他賠償的 齁 你如果他來講 就可能有辦 像不如普丁就覺得 這樣還有民主 你知道什麼 阿不就印度 因為 因為 印度再來 他的經濟 軍事力量 各方面 齁 他會 開始爆發 齁 因為他所有的島主 都進去印度 所以這 印度的 經濟啊 軍事力量的成長速度很快 齁 他來講 也很有辦 齁 我在傾向 可能是 印度或是 沙烏地阿拉伯 齁 會去做調整 他會受到 美國和 英國的 這個 算說 這個 要請 說 沒有你去跟他講庭戰 齁 在你 沙烏地阿拉伯 跟這個 印度的建政集 來 簽說 類似像 和平協定 這是第一種 在今年 最好的一個方案 我跟他講 有這個機會 齁 有這個機會 齁 好不好 這是 好的地方 第二個 就是說 我看說 這個局勢萬里 如果不是我說的 這樣就壞了 英國和日本 如果加工 這個國家安全 就另外一個 要發動一場戰爭 他們已經在 預備 有一場戰爭了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英國和日本 這兩個 你看 英國和日本 第一件倒坑的時候 就 說我去死了 日和戰爭就發生了 那不是假的啊 你如果說照案的齁 我告訴你 經過兩年三年以後 我們當後一場的戰爭 我不知道 對國羅書 還是對中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齁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哪一種 我只說照我 對立書的見解 就有這兩種可能 齁 齁 那第三種可能 就是說 在東亞也沒有發生 但是會對抗 就是說 美國 和中國 正式進入對抗的狀況 正式進入對抗的狀況 這個也是一種可能 所以我說 有這三種可能 它可能前後發生 好不好 齁 我真的不知道 是怎麼排的 我不知道 因為這種事情 不是我能決定的 我先說 我只要立書 只要 現實的理解 就有這三種情形 會前後 會發生 第一個 第一個 烏克蘭跟 俄羅斯 會在一個比較強的國家 做 調停 啊我感覺有可能 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 還是說 這個 印度 有這個可能 齁 當然這是我猶的 齁 你們就聽一聽就好 因為猜的其實不準 齁 但是有這個跡象 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齁 英國跟 日本這個 這些新的同盟都會 這是真正的慣例 歷史的慣例 歷史的慣例 在我們阿州 我不知道在哪裡 齁 會發生 一場 軍事衝突 齁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連南北海也不一定 南海也不一定 台灣海峽也不一定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 你要問我 因為這有可能 齁 這是三種裡面的其中一種可能 好 那第三種就是說 齁 因為這個可能說 變成這個兩戰 齁 新的 也不是說兩戰 是說對立 中國跟美國兩個就對立 這兩邊就對立了 啊 日本跟英國就 加強 我們相關第一島鏈的防護 齁 你知道 共同會加強 齁 共同會發表宣言 齁 啊 跟形成美 美英日 三國同盟 對 對 這個美英日三國同盟 對中國跟俄羅斯的什麼 對抗 齁 有可能也會這樣子 齁 齁 我是說 請向來講齁 第三種是最有可能的 美國英國日本這三個國家 卡層黏瓦 又聯合他的小盟友 齁 在我們的第一島鏈 齁 形成 齁 一個那個 欸 統盟啦 齁 軍事統盟 齁 準軍事統盟還是軍事統盟 齁 齁 在這裡齁 齁 在這兩年裡面就發生了 齁 齁 然後會跟 中國跟俄羅斯做 相應的對抗 齁 就像對抗而已 我沒有要跟你發生戰爭 齁 齁 我是要對抗你的這個侵略 這樣而已 你又說說 你看你 你都敢打烏克蘭 我 我也要放的 齁 齁 我要防著你 有一天侵略南韓 你有一天侵略 齁 東南亞 你有一天要侵略台灣海峽 對吧 我哪知道你要怎麼做 啊 我要放你啊 不然我不用帶烏克蘭 人家說的 今天 那是金 金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啊 人家說什麼事情啊 啊 其實也不是只有台灣會被侵略 也可能菲律賓 齁 齁 也其實也有可能印尼 也有可能越南 所以這 東南亞這個國家裡面 就想想說 不然我自己加入 美英日三國同盟 齁 這個陣營裡面 也有可能啊 齁 其實都有可能啊 你像這個菲律賓一定 公開 一定說啊 是美國的同盟 跟日本的同盟 一定公開說啊 齁 你聽說啊 其實就有這種傾向 啊 我是覺得說 第三種的傾向 會比較高一點 齁 你們可以往這個方面去思考 美國 英國 日本會 組起一個小北約 在我們東亞 好不好 齁 我今天下的結論就是這裡 齁 啊 你們在看那個局勢的演變 差不多 你再半年你就知道了啦 你再半年你就知道了啦 齁 我只說我用優惠而已齁 你們是做參考 因為我的情報分析 也不是都沒有理由的 也不是都沒有歷史的 我會這樣說 就是我拿有的跟你們說 齁 我不會拿沒有的跟你們說 因為已經有那種味道跟跡象了 好不好 齁 那相關的歷史的這個什麼 這個慣例 啊我們提供的這個東西 是可預測性的 齁 我給你 因為我這裡有參數 因為我剛才跟你說了 那是我的參數 我為什麼今天要做這個判斷 就是說齁 相關的第一個 歷史的經驗法則 實證 齁 第二個也有相關的參數 齁 這大概人事實地物 齁 啊包含烏烏克蘭戰爭 這些東西 那都有的啊 你知道齁 這些參數也都滿足啊 啊 所以我你給他做一個 Politik 做一個預測 齁 就有 就有相關的準 最沒有那個方向 會 最沒有那個方向 會跟你說出來 整個方向性會跟你講 啊你說 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那我都沒有辦法跟你確定 齁 因為畢竟我 畢竟我不是決策群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是決策群 我會怎麼決策 齁 你知道 啊大約在什麼時候會做決策 我大概就 了算會對 齁 齁 所以我就提供一個方向 就是說 美英日三國的 的同盟的小北 會在我們這裡出現 在我們黨啊 甚至 依台灣做核心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有這個可能 人 美國說我要組一個 印太司令部 我要放在台灣 不你會怎麼 我就要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 不你會怎麼 你說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啊這個美英日 齁 齁還是這個盟國齁 齁 他就按照舊金山條約 象徵信 在台灣 給你駐軍一下 你說有可能嗎 有可能啊 有可能 齁 齁 我講的都不是沒有的東西 齁 齁 最近齁 美國的國安會 有幾個台的專機都 背來台灣的 你們反正都有看過消息啦 反正他們就在說這些事情啦 其實我也想說齁 你知道專機都一直在那邊 我最近在那邊 在那邊抓一抓一抓 啊我看這些相關的訊息齁 做一個clation 好像有那個味道啊 我說實在會 照我對立書的這個理解啦 因為我們以前就這樣做過 現在是我們要做一件而已 齁 我們就相關的這個競爭啊 經驗啊 各方面都有啦 齁 我們也不是都欲白講的 台語的你說 齁 齁 好像說我們要講 一個實在話啦 張你有吃飯嗎 有啦齁 啊你今天要吃飯嗎 啊你十年前有吃飯嗎 十年前的這天 你有吃飯嗎 你也是吃飯 所以我說那 都有一個管理啦 你如果以前我做過的料理 以後你會再做一件 你知道意思嗎 我不會騙 那有他歷史的慣性法則 你說中國跟國道書一天會黏起來 我說他們會黏起來 他會對世界又產生侵略 啊所以這個英國日本跟美國 他們就有一個戰略 他沒有阿這個國家去團結起來 包含說他為什麼要把阿公的家裡 反正就在這裡 聽說中國跟國道書黏起來 哇 大家都不好就自己過了 你聽我講的意思嗎 啊這都有歷史的經驗 所以我們大家要拼一件最壞的狀況 我們做風險管理 我們你看一件事 我們不要發生最壞的狀況就好了 啊至於次壞的其實都沒有那麼壞 只要那個最壞的不要發生就好了 即便是次次壞的最壞的沒有發生啊 齁次壞的我也接受 最壞的他不是最壞的嘛 齁次壞的我也接受 壞我也接受 齁因為這都壞的承受的風險 因為我本來就是要承受的 但是我不要承受那個最壞的風險 最壞的事情發生的風險 我沒有 齁我就是沒有要的最壞 什麼兵敗如山倒的最壞 這樣而已 好啊只要不要兵敗如山倒 啊我小拜又怎麼樣 齁我是輸而已 我沒輸得很慘的啊 這個也是風險管理啊 我就沒輸得慘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我就沒輸得慘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啊這種也是一種風險控管啊 我們風險控管就是要避免 那種什麼 嘿那種極端的損失啊 我們就是做做那個風控 我們就要拼免最壞的狀況 你知道嗎 啊比較壞的狀況 比較壞的狀況 我都接受了 只要不要最壞的就好了 啊那就是風控 齁 因為我本身也在做這個風險控管的 嘿我也是要拼免最壞的狀況發生的 啊你不要拼免最壞的狀況 就是說你平常是你要報的 你就要對這裡有了解了 齁啊你就不用去運作這些人事 實地去做組合 齁啊這是依 這以上是我的這個預測和建議 齁 應該是往這個方向走 齁 因為我都聞到相關的那個訊息 我聽到相關的訊息 聞到那個味道了 有那個味啊你知道嗎 人家的臭泡的味都出來了 齁 你就知道說那個廚房裡面 在煮三室 我們雖然沒看到 但是我們把它飄出來那個味道 齁 我們就是品牌 我們裡面你煮麻油雞 我們應該知道了 你知道嗎 我們有時候雖然說 看不到我們用品牌嘛 齁 齁對吧 還是說看你 看有什麼名字 圓入了 你就看一隻雞啊 香菇 齁 麻油 酒 齁啊 一些蒜藥 靠藥 這要做什麼 照我的立書經驗 你知道嗎 你看看 這應該是麻油雞 對吧 你想想意思嗎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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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跟他抓的 我們來看他 穿什麼名字 要做什麼工作 那都固定的 齁 齁 齁 你如果有普丁壓力 你要有普丁壓力 你不要給他淡掉 你不要給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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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他好棒棒 你知道嗎 齁 你如果說 我就對你總理 你如果打他就打輸就輸 這樣就對 對五路斯對這個烏克來幫忙 你不要給他支援 你不要給他支援 你就給他打他 就說 我也沒有幫你干涉 我也沒有幫你支援 齁 這樣就好 齁 啊這個美國的警告就說 你如果 中國又支持五路斯相關的 等了到武器 齁 我會進一步擴大制裁 代表你兩個腳趾要黏著 我讓你給他拍過 齁 美國也有跟中國做這個警告 但是你說中國會不會聽這個警告 你知道嗎 不用啦 你再一個禮拜就知道了 齁 下個禮拜就知道了 如果他不聽 那個 戰字就會往第三個選項 就是 中美確定要對抗 我要說百人一百齁 就會講我第三個選項 英 美國英國 日本都會選擇 在那個黨 要成立類似像一個軍事同盟 要防止俄羅斯跟中共的擴張 齁 你如果這樣你就要拿錢做準備了 既然他們兩個腳趾要 哇 你也要做相應的措施 所以我說的 第三個選項 是可能 最最有可能的選項 你真的意思齁 齁 這也不是我老伯說 因為我都看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今天做這樣判斷 是有我的理由的 齁 可能會王這個方向 我們這個現象齁 中美開始對抗 這個不是最壞的現象 好不好 最好他沒有戰爭 齁 他就跟他對抗而已 就比較稍微緊張 但是他的貿易也是在往來 他貿易也隨時在往來 啊也沒有中斷啊 他還可以往來啊 你知道是 局勢比較緊張而已 但是沒有中斷啊 齁 相鋒還會過啊 你知道意思齁 所以我說真的 可能會維持這個現象 大家有點緊張啊 有點緊繃啊 這樣齁 齁 那大家負準結ulan也好 因為對方有傳 因為我現在最怕是一方便很不要把你打 你一方便都打到天天你會被打 我跟你說 阿你如果雙方都打到暗暗的時你就不會打 因為對方有船 我打到不容易得手 可能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到這裡 這是我對英日同盟的看法 英日同盟背後的老大就是美國 好不好 那他們先同盟了 那再來會做什麼 你進一步你用你的小腦袋瓜想一下 阿當然他會 類似像北約這樣子 小北約 我之前就在說 說齁那個時候美國就在說 那個在我們亞洲主義的印太司令部 從 西邊一直到印度洋 東邊要到整個太平洋 涵蓋人類的這個海洋70% 都要進入 這個印太司令部來的 所以這個同盟就不會只有美英日三國同盟 美國會加一些相關盟友 比如說他已經找加拿大 也會找澳大利亞 也會找紐西蘭 也會希望印度能夠加入 你知道意思嗎 阿菲律賓也可以加入 你知道 他會找相關以前的盟友 共同加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印太的防禦聯盟 他說要來維持 我們區域的和平和穩定 我們有軍事力量的方式 要共同來協防 如果有一個國家被打的話 我們會提供相關的資源 彈料資源 我 美國的 衛 衛星 一些名字 我們都給你看 我們軍事共享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對方是在哪裡 你怎麼提前做準備 你知道嗎 或是說你有什麼主緣 你有需要 我馬上問給你 你知道嗎 就會做這種 類似像軍事同盟 來共同維護 這個太平洋的安全 這樣以上 今天到這裡 謝謝各位